行政院再不播這個反登革熱 五千三百萬的話 再得任何一個登革熱 那就要算在行政院 蘇院長的頭上啦 就很簡單啦 韓國瑜忍無可忍 開槍蘇貞昌 正因為攸關人命的登革熱補助款 中央死命卡到地 高雄 身為高雄市長 現場在行政院我當場把他鼓掌 感謝他 院長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誠懇的拜託 現在在講口水戰鬥沒有意思 高雄至今病例壓制在二十例 卻被蘇奎很酸 治不好一隻蚊子 照著邏輯 孫仁昌一席話 可能先打在花媽臉上 二零五年南臺灣爆發登革熱 疫情 其中高雄 就有一萬九千多例病例 死亡一百一十二人 但回想起當年 花媽這樣說 爆發上萬例 卻繼承個位數 恐怕是因為當時陳菊忙著擔任 蔡英文競選總統主委 被議員嗆 單州病例破千 就下臺 陳菊還回 服選是我的責任 評選舉比防疫更平民 疫情這麼嚴重 那我們在議會講沒有用 所以我們就到立法院去開了一個記者會 儘管陳菊忙選舉 帶馬政府積極協助 兩年共寄給高雄一億兩千萬補助款 反觀現在蔡政府上臺 韓國瑜主動伸手藥 卻一塊錢都拿不到 高雄展現防疫決心 無奈中央不給錢 若真爆發了 卡到底的蘇貞昌難道不用扛責 記者紀博師成國民張昭鵬 王乃宇台北報導